而有爭議 沒有著急的也有這一樁 看到是新北市一輛機車停在路邊 被汽車給擦撞 當時監視器畫面拍下了 那麼趙氏車輛撞完之後居然停了三秒 還是選擇逃開 那麼警方就以趙逃開罰三千元 但趙氏駕主這車主呢 是不服的 打行政官司遭駁回 不僅如此 機車車主也提告了求償修理費一萬多 但是汽車趙氏者卻說這是捧磁 白色轎車貼著路邊開 剛好路過一輛機車 撞得左右晃往後位移 之後叫車停下 但只停了兩三秒鐘就加速離開 被撞機車買不到一年 除了車身刮傷 排氣管鎖螺絲的地方已變形 需要整更換 修車費一萬多 車主在第一時間報警 想揪出肇事車主 拍下車過過程的監視器就裝在新店 這家早餐店前面 當時機車就沿著 白線邊緣停放 卻遭到碰撞 汽車駕駛反過來責怪說 這是不是故意碰磁 警方以趙陶開罰三千元 趙氏女駕駛卻說只是輕微碰撞 機車也沒倒 她毫無感覺 怎麼是趙氏逃逸 還反控機車 如果不是逆向停放 占用道路 就不至於發生車禍 汽車駕駛在行經機車的時候 在前方還多停留了兩到三秒 法院認為這就是汽車駕駛有認知到自己有插撞到機車的證明 汽車駕駛想撤銷罰單 法院已判賣訴 不過這還沒完 機車車主求強車損 卻被說成敲竹槓 也在打官司 趙氏女子的先生經歷特別 從事過政治幕僚工作 也嘗試參選民意代表 但發展不順 太太捲入車禍兆逃 她親自當代理人跑法院 對於枕邊人為何撞完要跑 她無法解釋 只強調鑑定報告內容 她太太七成責任 機車有三成 該怎麼賠錢由法官認定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汽車報導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汽車